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私基金突藥,古壇私見 我是李浩德 我旁邊是施永青先生 施老闆,你好 你好 施老闆,今年是第一日和大家見面 祝你身體健康,新年快樂 最重要各位觀眾 身體健康,新年進步 亦在古壇找多些斬莫 今個禮拜,我們第一集有幾個很重要的消息 股市反應不錯 也要找你指點迷津,去講一講 我們剛剛放完新年假回來 1月1日,我們大陸有個好消息 就是降準 消息指,我們在大陸有個全面降準0.5% 放了差不多8千億,在社會上 這件事大家都看得很好 你想想看,你覺得是否能夠幫助 當然,放多些錢到市場 資產價格有機會升 但為何要放錢呢 經濟不好 很多企業可能經營上 都有困難,資金短缺 這樣才要降準 如果市場是刺激 政府便會抽走錢 要求他們放多些錢 在中央銀行 大陸叫他們逆周期 差的時候要幫助 應該是環境不算太好 我見馬雲在商會發表演說 他一天收緊電話 朋友打電話給他,都是借錢 有錢朋友都要向他借錢 政府可能說,那麼多人想借錢 放些錢出來 放錢出來,其實經濟不太好 我自己看,在大陸做生意的朋友 壓力挺大 一個就是,美國現在說 雖然中美簽了 有機會簽約 有一部份關稅便會降 對一些廠家來說,是一件好事 但有一部份還保留 去年沒有那麼大影響 因為關稅初初徵收時 大部份都是美國的日口相比 他們承擔了大部份的關稅 但承擔完這些關稅後 那批貨就不容易賺錢 下一批訂單 如果給你,你一定要選價 如果你不肯選,就光顧其他 所以對於大陸的廠家來說 壓力很大 另外,中國經濟也變得慢 現在保錄也可能有辛苦的情況 雖然總量很大 現在總量只達到100萬 習大大提及這個數字 但是增速可能會減慢 增速減慢 回報也減慢 生意難做 所以出現什麼情況 就是大的 有資源的 拿到社會錢的 吃了那些小的 所以 中小企壓力大 大的可能更加有條件壟斷 不算是一個 我認為樂於見到的很健康的發展 最好就是 生態環境好 百花齊草 很多中小企都蠢蠢肉絲 投入市場 希望發揮 好過做不住 給大的吃了 所以 這件事是否好事 對股價也好 對營商 這可能反映環境不太好 不過近幾年 全球的政策都是這樣 遇見實體經濟有問題 都是用放水去解決 所以對股市比較好 對股市買著好 公司就好 另一個 今個星期有很重要的消息 剛才施生你也提及過 1月15日 現在根據美國特努浩的說法 會有機會雙方在美國白宮簽約 即是我們之前所說的 第一階段的部分協議 階段性協議 之後還要提及 有機會 特努浩親自到北京 我們談第二輪 再多一點事談 我們應否相信他 日子地點也提及 真的機會比較大 上次我都說談得整 因為不用談完 談到一段 就談那段就算了 總有些事情取得協議 所以做了第一個部分 我最初以為談完 第一個部分 就不談字 等他走一個時期再談 他剛才回去就吵架 那些要談那些難談 你看上次談很久才談成這個協議 接下來可能立刻要進行新的較量 進行新的較量的時候 都未必是好事 就有消息出 有時可能不歡而散 所以聽到有第二階段的談 都未必是一個好消息 我最初不談字更好 反而是好消息 享受一下傾電的結果 傾電的結果都未享受過 就又來談第二階 所以我自己覺得 一談第二階 市場就波動了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1月15日 還有大約10天左右 第三個消息 第三個消息是新鮮滾熱 今天星期五 他們說今早本身市場都含含聲 突然間有個消息 就是美國可能跟中國談完之後 他們又搞了其他事情 今早發了一個武裝襲擊 去到伊拉克 他們處決了伊朗的軍官 他們一炸 就不單止炸了軍官 炸散了市場 不單止股市也跌 有價大家就害怕 金又升 這件事突然間有點不同 其實這件事 未出現之前 之前有伊拉克那些 十二派民兵圍 巴格達的美國大使館 出現這件事的原因是 因為美國派飛機去炸 親伊朗或者受伊朗影響的 一些在伊拉克的軍事組織 給我的感覺是 美國佔領伊拉克這麼久 似乎都控制不到局面 現在伊拉克的政府 其實主要是十二派 因為以前薩達姆、侯塞恩 是順尼派 美國要推翻順尼派的侯塞恩 是借助十二派 但十二派 其實跟伊朗的回教徒一樣 伊朗也是十二派 一向兩人都有點打龍通 因為伊朗和伊拉克以前都打過仗 所以服氣了十二派 但十二派在伊朗的影響下 其實是反美的 美國似乎 本來控制過伊拉克 現在又控制不住 接下來都會頭痛 因為之前撤軍 最近多多少要派一些去保護大使館 那個份量很少 但如果局面控制不到 美國就要考慮 究竟是否要 是軍事成功勤 因為中東還有很多地方 還在打仗 譬如在也門打了很久 主要表面上是也門分開兩派 有一派受伊朗支持 有一派受山地阿拉伯支持 上次炸油田 都懷疑是也門那邊 上次美國飛機已經想到炸 但中途回頭 今天真的炸一炸 我自己擔心伊拉克以後 仍然有首尾 因為伊朗被炸死的軍官 他們都不強 說美國禁免 我的軍官 你說他有罪就罪 派人去炸 拿他命 還有沒有事前跟伊拉克 打招呼 尊不尊重伊拉克的領土主權 什麼都不理 我欺負你 會否影響伊朗報復 中東很多國家都是意思難教 他們有時候有些狂熱 會不顧後果 可能美國和伊朗的磨擦會加強 歐洲原本不想和伊朗的磨擦升溫 本來談成核協議 美國自己退出 可能伊朗加快製造核武器 也不頂 世界從此多時 在這個情況下 油價上升 金價上升 油價上升 油價不敢看得太好 因為世界經濟較慢 另外美國自己已成為橙油國 油熱癌的產量增加了很多 石油的供應是升了 需求不增加 供購會有些轉變 60多元有一定的壓力 至於金價 反而去年我們看好 最後都升了18% 全年計應該有18% 今年我仍然繼續看好 今日最新拍攝的時間 應該到1540多 接近去年2019年的高位 差幾元 為何看好 我說中東其實緊張 中美亦有冷戰狀態 另外我看到最近金價 都是對好消息敏感 對壞消息反而冷靜一點 即使有時美元上升時 應該更加會受壓 但有時現在出現的情況 股又升 金又升 美元又升 所以應該自己內部的上升動力 在增加 所以我去年建議持有黃金 年初已經開始說了 2020年 未到全面簡遲時 應該還可以維持 雅師生今年2020年仍然看好黃金 今集時間差不多 多謝雅師生 如果大家想聽多些施老闆的股壇事件 記住1月12日 我們施基金有個投資講座 到時施老闆會說多些 今年股市的看法 亦是我們即場的股壇事件 希望到時見到大家 快點去到以下網址登記 我們下集再見